煮饭里面还在指甲水吗? 难怪你煮出来的米饭那么的不好吃 看看广西年薪58万老保姆的拿手结华 只要林协会的这方法了 那么保证你煮出来的米饭呢 可是比饭店里面还要美味还要好吃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会妈小熟娘 刷洗这米饭呢 不管是南方朋友还是北方朋友 大米呢都是我们中国人 必不可少的一个主食之一 煮米饭的方法呢有很多种 那么想要煮素兰的米饭呢 跟饭店里一样 暖暖香甜更美味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做呢 下面呢就让小熟娘来跟大家讲一讲 所以说如何正些煮米饭的一切小技巧 有人说我天天煮 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煮 煮米饭呢虽然说看似简单 但是实际稍做起来呢 那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啦 以前我煮米饭的时候呢 总是感觉煮素兰的米饭那么的不好吃 总以为是大米平整的原因 挂了好多款大米以后呢 那么煮素兰的米饭味道都是差不多 但是呢 至少我跟隔壁一位老阿姨 斜了一招之后呢 不管多贵多便宜的大米 煮素兰的米饭呢 都是一样 Q弹乱乱又美味 下面呢小熟娘也就会话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话题吧 我就详细的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么视频呢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小熟娘讲解了还算可以的话呢 能否用上您那花杀的小手 帮我点上一颗漂亮的小爱心支持一下呢 您的每一个支持鼓励呢 都是小熟娘进步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准备数量的这个大米 这大米的数量呢 整本可以根据自己家人数来做准备 不过呢 为了担心 用这个方法做素兰的米饭呢 都是想着吃 然后呢 在这边最好是提前多煮一点 就是比平时多煮个三分之一 因为呢 用这个方法煮素兰的米饭呢 真的是即便没有配菜一下子 夜龙多吃上个两三碗的米饭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把这些大米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盆子 然后进行来给它淘洗一下 不过 咱们在淘洗米的时候呢 记住不要太用力 心心的下手给它搅拌几下就可以了 如果用力的话呢 那么就会造成这大米的营养成分 减不流失 这呢 也会影响大米的口感变得杀一点 在这边呢 我们淘洗的过程中 不需要洗的太多遍 只需要心心给它淘洗两遍就可以了 虽然说这大米呢 有一绳保护膜 但这一绳保护膜呢 它是很脆弱的 如果您把这一绳膜给它揉刷掉以后呢 那么这个大米的营养呢 也就大大的流失了 主要也在淘洗这一个部位呢 我们只需要心心的给它揉刷两下就可以了 大米淘洗好之后呢 先给它放一边站着备用 哎呦 这些我们接下来的这些淘米水呢 可是个好东西 千万千万不要给它扔掉哦 因为这淘米水呢 是松弱碱性的 里面可是含有一些蛋白质和一些微量元素 我们可以完全将它给它利用起来 您会发现 其实它还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神奇用途哦 这个淘米水呢 它是松弱碱性的 所以它的作用呢 可是跟使用小苏打呢 是差不多的 像平时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淘米水 来洗一些脸啦 或者一些头发啦 脚啦 都是非常不错了 又也可以用它来清洗一些水果蔬菜 这个淘米水呢 它的吸入能力呢 也是特别的香 所以呢 像平时 我们可以用它来清洗一些蔬菜锅锅 因为这些蔬菜锅锅表面呢 难免都会裹上一些细菌杂质 或者浓药的神流 再以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淘米水 来将它给它吸入的 清洗的干干净净 是的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喷洒一些 养花啦或者绿植啦 淘米水 浑浊的部分呢 花椒好之后 是特别好的一个有机肥 利用这种淘米水 来浇灌这个 栗叶的植物呢 能够充分的补充 这个土壤中的养肥 喝啦 就会让这些植物的根系 更加的强壮 让栗叶更加的碎利 那效果都是相当于不错 大米给它淘洗干净之后 不要着急 开始加水就上锅煮啦 我们需要往里面加点这些材料 其实呢 为什么你煮出来的米饭 没有那么的松软香甜 而饭店里面煮出来的米饭呢 就是那么软糯香甜又美味呢 接下来呢 这一步呢 也是特别的关键 需要往里面再加上两样东西 第一呢 就是加入一小勺的这个猪油 因为加入猪油呢 可以增加米饭的香甜度 以及这个松软度 这样子煮出来的米饭呢 就会更加的软糯香甜更好吃啦 因为猪肉的味道呢 是比较淡的 比较润的 吃起来也会比较香 如果是加入食物油的话 那就不一样啦 那么煮出来的米饭呢 就会有杂味不好吃 所以呢 这里只要加入猪肉油 不要加入其他的植物油哦 这一步可是很关键的 那么第二呢 记住要在网里面加入少许的白素 因为白素呢 它是属于这个酸性物质 可以抑制这大米的甜粉的苦化 所以煮米饭时加入白素呢 就能够使这个蒸素兰的米饭的口感 更加的鲜爽 那么颗粒呢 更加的温敏饱满 还有呢 第三也不要忘记了 再来一丢丢的关节盐 加入少许的食盐呢 一样可以来潜入个底位 二呢 米饭也会更加的香甜 除了说的好 香药甜 那必须来点盐 把所有的调料全部加进来之后呢 接着我们开始用勺子送分了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 往里面加入薪水啦 那么薪水的用量呢 即便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不过这里的加水量呢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也不确定到底多少米要加多少水呢 那么这里小数量 我就顺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正确的加水跟米的比例呢 正确的做法就是 米和水的比例是1比1.5 当然如果大家不知道 如何来卸定这水的量的话 咱们可以用上一个最古老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用手指头来量一下 如果这水味呢 没有摸过手指头的第一个关节 那就是可以啦 用这个方法来量水味 是最标准最正确的 保证你煮熟的米饭呢 都是非常的好吃 如果家里要是有老人或者小孩子 因为他们的口感呢 都是比较适合吃得软烂一点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勺子 将大米给它巴拉的高一点 这一边比较高的大米呢 水味比较少 那么煮出来呢 是比较适合我们连心人 水味比较低的这一边呢 适合连心人吃比较有劲道 少了这一边呢 相对会软弱一些 那么小孩子老人就比较适合啦 好了 那么这回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上锅来煮啦 扣上锅盖呢 然后按上自己的习惯 直接接通电源 按下一个煮饭键 或者快速键都是可以的 那剩了这个时间 人们可以先去找隔壁老王 泡泡茶喝喝水 可以聊大家生活中的一些 生活琐事也是非常不错 好了时间到了 那么这回呢 不要着急把锅盖给它打开 让米饭继续 扣上个五六七八秒 让它完全松奔了 吸收水分 等时间到了 这样一份暖糯 香甜又Q弹的 米饭就煮熟啦 哇哇 真的是太香啦 看一下 这样子煮熟来的大米呢 粒粒分泌 吃起来呢 口感些是暖糯又香甜的 真的是比饭店里煮熟来的 还要好吃 尽到又Q弹哦 那从熟来 最后再来点黑芝麻 点缀增香以下 哇哇这颜值 简直到好吃到不要不要的 看一下每一个大米呢 粒粒晶莹又饱满 到嘴里呢 真的是暖暖Q弹又劲道 真的是太香太美味啦 这样子煮熟来的大米呢 即便是没有配菜 一下子也能多吃上 两三碗的大米哦 这样子煮熟来的大米呢 唯一的切点就是 焙米饭 太香太美味啦 好了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 煮米饭的小技巧 你们都写会记住了吗 如果大家还有观看了方法呢 欢迎在下方 评论区留言 以及分享哦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 小酥粮做的和讲的 还可以的话呢 不要忘记了 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放了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